花脸名家金绍山先生 这人真有本事 但同时呢 他也是个怪人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金绍山先生有几个癖好 喜欢养鸟啊 喜欢抽烟啊等等 他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演出的时候 他喜欢踩着点去 一般我们演出呢 比如晚上七点开戏 四点半五点准要下后台了 哎 这金绍山先生跟别人不一样 据说在当年 金绍山先生特别红的时候 每天除去晚上演戏以外 其他的事情一概不过问 在家里干嘛呢 鸡则食可则饮 困则睡 饮则息 至于说他唱戏 要拿多少钱 这些事情一概不管 所有一切均由管事的人 代为经营 而且演出的时候 绝对不早下后台 比如说今天晚上有戏 哎 这金绍山先生就在家睡觉 任何人来叫他起床 都不起 不搭理 到了晚上九点了 由这剧场专门负责管事的 去到金绍山先生家里 该起了 九点了 这金绍山先生才起床 起来以后呢 先吸几口烟 过去好多金绍 原来是抽大烟的 吸完以后呢 吃点点筋 完了再吸两口烟 差不多到十点左右了 哎 后台去了 到了后台以后呢 这金绍山勾脸特别快 说他最慢的勾脸化妆的时间 不会超过十分钟 甭管什么脸谱 十分钟以内 肯定搞定了 勾完脸以后 穿衣服 勒头 接过道具 接过染口 戴上就上去唱 也不开嗓 也不吊嗓子 也不看一看 这个前台后台 什么情况 手边有什么道具 没什么道具 一概不管 上去就唱 唱呢 都还唱得特别好 所以台前幕后啊 都非常的服他 着带着 下集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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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集团